现年27岁的混血新二代林玉伟 自今年9月当选港姐冠军以来 可谓负面新闻不断 近日林玉伟再度被爆出丑闻 令她原本就已经不太健康正面的形象 再度蒙上一层阴影 据港媒最新爆料 近日有一名网友在网上分享了一段不雅视频 并且直指片中的女主角 就是林玉伟 幕后黑手还表示可以放出完整版本 同时还打着港姐冠军不雅视频的名义 在网上进行售卖 一时间起起了千层浪 27岁的林玉伟是港心林俊贤 妈妈是外籍圈外人Jasmine 她作为混血美女 今年在港姐竞选中夺得桂冠 成为港姐冠军 这位幕后黑手于24号在网上售卖一段视频 还表示手里有完整版的各大平台都可以传播 此人谎称林玉伟喝了不良的药物后被人迷奸 整个人神志不清 眼神也很迷离 由于拍摄环境比较昏暗 只能看出视频中的女子身材较好 腰部受到肋骨突出 小埋腰没有一丝多余的肉 四肢也很纤细 但仅从这些特征还无法判断是否为林玉伟本人 夺冠两个月以来林玉伟一直深陷各种负面风波中 不停地被爆出黑料 口碑也严重下滑 此前她表示是有一位幕后黑手在整自己 还公开喊话让对方收手 不要再恶意造谣 只可惜收效甚微 事件发生之后 林玉伟在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表示 一看那段视频中的女主角就不是她本人 不知道这位网友有什么企图 她不能理解 目前大核公司经过商量后 觉得此事严重影响了她的个人名誉 也影响了港姐的形象 所以以紧急报警处理 一切都等待警方解决 还她一个清白 早前林玉伟在连续被爆出丑闻之后 她就对外喊话 表示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希望她立刻收手 但似乎林玉伟的喊话 并没有起到一丁点的作用 接二连三的丑闻 已经让她的形象大打折扣 颇受争议 其实此次从网上流出的不雅视频来看 片中的女主角和林玉伟有比较大的出入 但不少网友也表示 无风不齐浪 说不定下一次就真的会是林玉伟了 林玉伟自当选港姐冠军之后 虽说各种被安排的满满当当 异常忙碌 但是她的丑闻真的没有间断过 可以说算是近十年来被爆出丑闻最多的一位港姐冠军 在当选港姐当天晚上 港姐就率先爆出了她言论超级大胆 曾经有过五位闯办的负面新闻 由于林玉伟在参加港姐之前 已经以模特的身份出过道 只是演艺事业发展太一般 最后才决定回炉重造 借着港姐之花踏白 再度征战演艺圈 之前林玉伟以模特这名港星林俊贤女儿的新二代身份 接受过某家电台的访问 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感情生活 林玉伟言论特别大胆 她表示自己曾经有过五位床扮 更是大赞天蝎男体力最好 这样的言论确实令人震惊 言论大胆的负面新闻被爆出没有几天 林玉伟又被爆出 曾经卷入三角恋特别有心机 为了争夺男朋友不顾自己的形象 跑到情敌的公司大吵大闹 甚至还当场逼着对方 主动退出三人之间的恋情 行为相当不礼貌 在这两单丑闻之后 外界都一度以为 林玉伟的负面新闻应该停止了 然而大家似乎都忽略了她的战斗力 之后林玉伟继续被爆出 当时参加港姐完全是为了还债 因为她的信用卡欠债高达80万 无法偿还 决定放手一搏 参加港姐 大赚一笔 最终竟然美梦成真 不过一般说起这段经历 她都说不后悔 过去就过去 希望以后会更好 TVB的总经理曾志伟也曾表示 不介意林玉伟的过去 不过如果只是这一件事 却是没啥 但是现在林玉伟被人不断爆料 形象着实下降了不少 不知道曾志伟还介不介意 港姐一直都以知性美著称 然而在林玉伟的身上 虽然有傲人身材 但气质确实很难让人感觉到多么突出 现在又不断被爆黑料 对香港小姐的形象 还是有着不小的负面影响 据悉 林玉伟之所以会遭到这样的抹黑 和其特殊的成长经历 有很大的关系 从林玉伟的身上 在很多的报道里 你都不难发现 这个女孩真的很想上位 她15岁才和自己的父亲联系上 也许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明星以后 自己也有了明星梦 林玉伟是林俊贤和低任妻子所生 回到香港以后 林玉伟进入了保险界 而带她入行的 正是林俊贤的第二任妻子 当时外界还不知道 林俊贤找回了自己的女儿 看到林俊贤的第二任妻子 陈志敏对她照顾有加 两人还搬到一起住 以至于外界还以为她们是亲母女 结果后来才知道 两人不是亲瘦母女 让外界大跌眼镜 而林玉伟也被港媒 询为有心机 另外 林玉伟还曾短时间内担任模特 但因为发展不顺 所以不得不放弃 不过她心中仍然有闯荡娱乐圈的梦想 所以便在海选的时候 报名参加 结果落选 港姐落选 她依然没放弃 在做模特的表姑的介绍下 进入了模特公司 成了杨颖熊带领的师妹 不过有意思的是 明明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的她 却认为谈恋爱更重要 工作量逐渐减少 最后跑去做名店销售员 放弃了自己的模特之路 后来林伟终于有机会参加港姐 更是直接使出浑身解数 显示在采访当中 大谈自己明星老爸 还坦言老爸不想让自己报名参加 但是紧接着 林俊贤直接否认 称自己没说过那种话 林玉伟也直接被人骂 谎话惊 不过这也倒是 直接给他增加了热度 获得冠军之前 林玉伟一直都是独立的个体 难免会交往很多异性朋友 再加上其性格比较开放 也曾交往过好几人的男友 如今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 那些曾与其交往的人 自然会感到心里不舒服 由此来要挟他 除了他个人的丑闻之外 他父母的丑闻也是闹得满城风雨 其母亲控诉林俊贤 也就是林玉伟的父亲 曾经家暴 还要求燕女儿的DNA 没有责任担当 Jasmine透露 当年他和林俊贤 因为生小孩的问题 就产生过严重分歧 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当时他和林俊贤 在卧室里商量这个事 两人发生了争吵 Jasmine只是轻轻推了林俊贤一下 结果没想到 遭到了林俊贤的疯狂还手 林俊贤二话不说 使出全力 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当时他整个人都蒙圈了 点蛋立刻就肿了起来 甚至第二天 他去医院看医生 医生得知他被丈夫打了之后 还问他需不需要帮他报警 足以从侧面看出 Jasmine当时遭受了多强烈的殴打 后来Jasmine意外怀孕之后 令他更痛苦的事情发生了 林俊贤既然不想要Jasmine度中的孩子 多次劝他堕胎 但无一例外都被Jasmine拒绝 在此次采访中 Jasmine提到这件事也特别难过 他透露 当时两人是未婚先孕 林俊贤表现得极度不负责任 后来Jasmine才知道 当时林俊贤之所以想要他堕胎 是因为害怕将来 他会分到他的财产 女儿林一伟出生之后 Jasmine原本以为 生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没想到等着他的 依旧还是家报 然而因为女儿的问题 发生了不少争吵 林俊贤曾多次试图对他用暴力 甚至有一次 林俊贤直接拿起了棍棒准备打人 但Jasmine立刻选择了报警 最终人无可忍的Jasmine 向林俊贤提出了离婚 女儿林玉伟的抚养权 自然归属到Jasmine 但林俊贤转头又反咬一口 抱林玉伟的母亲 为了获得关注 谎话连篇 胡编乱造 女儿林玉伟没有站在林俊贤那一边 她承认15岁跟老爸相认时 验过DNA 还吐槽对方没抚养过自己 林俊贤立马解释 她说的没有要求验DNA 指的是女儿七八岁时 女儿15岁验DNA 也不是自己要求的 而是第二任老婆陈志敏 悄悄拿了林玉伟的头发去验 她强调 女儿一岁半到三岁的时候 自己一直有给生活费 女儿当时太想 压根不知道她有没有给钱 可能光听妈妈说 女儿七八岁时 她穷到只剩两千块 房子都没有 后来她赚到钱后 立马找女儿相认 并持续给对方生活费 为了了解详情 记者打电话联系了陈志敏 陈志敏表示验DNA 却有歧视 因为林玉妈妈Jasmine 曾在林俊贤面前说过 女儿不是你的 她觉得没必要猜来猜去 于是陪着林玉伟去验DNA 陈志敏还说 自己其实每个林俊贤 重视注册结婚 当时Jasmine主动提离婚 分居后却一直不肯签字 一度答应签字 幼儿失踪 严格意义上 她应该是林俊贤前女友 对于林俊贤被指控家暴 陈志敏力挺对方 性格不暴躁 跟她生活的五年 对她以及儿子都很负责 当初她知道林俊贤想找回女儿 于是利用社交网帮忙寻找 找到后跟林玉伟相处了一段时间 才让妇女相认 为相认之前 林玉伟生活很不好 十几岁一个人住 一个罐头吃三餐 令人心疼 相认后 林俊贤有给女儿生活费 陈志敏透露 照顾过林玉伟很多年 不仅让对方住自己家 还让其来自己公司上班 林玉伟跟她提过 Jasmine在外人面前 不允许林玉伟叫妈妈 只能叫表姐 因为Jasmine要结交异性 陈志敏坦言 很喜欢林玉伟 感觉对方本质是个乖巧女孩 林玉伟也说 想她做自己妈妈 只是Jasmine不喜欢两人走太近 她过去曾跟Jasmine通话 Jasmine竟然叫送女儿 问男友拿钱 还让女儿去拍会引起争议的电影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陈志敏还提供了大量 与林玉伟一起生活时的合影 并隔空劝说Jasmine 为了女儿前途 不要再搞事情 才拿冠军两个月 林玉伟作品还没出来 却丝毫不愁没流量 没话题度 没有出场机会 她究竟是天选之子 还是恶意炒作 走黑红也是红的路线 就看接下来的表现了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